日本刺青有什么特色跟典故 跟一般刺青又有什么不同 给我10分钟 让你不用参加三口祖当兄弟 就能变成日本刺青艺术达人 说一分岁一分一分岁不尽 日本的刺青一直是台湾朋友觉得很神秘 又莫名其妙的亲切感的文化特色 因为台湾的兄弟们刺青 其实走日本风格的蛮多的 从中国古籍《未至无人传》中 就提到日本男人不分大小街 行面文生 而且文生是为了潜水时必大于之害 跟古代大陆无国文化有相通之处 包括神文时代的土偶 也有类似刺青的花纹在身上 不过刺青这种现象 在各种古文明都蛮常见的 就连横日本香陵 但是明显是不同民族的阿伊鲁人 也一直到近代都还保有这种奇俗 动漫黄金神威礼 甚至把刺青当成的是藏宝地图的人间载体 不过就像阿伊鲁人被文明侵略 而失去传统文化的过程一样 刺青常常被视为不文明原始的象征 同样的现象 其实也可以在过去台湾的原住民文化身上看到 到了江户时代 在脸上刺青 甚至被当成是一种惩罚罪人的羞耻不类 在九州的竹前番甚至会初犯先刺一个一 累犯再继续刺 到第三次就集合成犬字的刺青型 也因为这样法外之徒跟反抗体制的男子气概 也慢慢跟刺青有了连结 到了江户时代像是负责快递的飞角 盖房子的大工也就是木匠 或是平常是建筑因架工 但也负责社区警备祭典事务 甚至要帮忙打火的痛比这些职人们 因为干的是体力火 而且又没冷气的时代 常常是丁姿库一条穿着就上工了 露出光溜溜的身体 没在上面稳点很杀的图案 好像就不那么帅气了 再加上这些职人们在帮忙打火的时候 根本就是在火场周围把房子打烂 房子延烧 与其说灭火不如说是在现场拆房子 还兼各路团体救火的时候 还会意见不合大打出手 根本就是江户时代的8加9集团 在这种时代背景 江户时代因为各路老公朋友跟侠客们 还有侠客的相好娱乐界 女性从业人士的需求下 日本独特风格的次卿就发展出来 被称为 而成为今天欧美甚至台湾朋友 也都很喜欢的独特艺术 而江户时代发展出来的河雕 当然跟一般我们讲的Tattoo 就是这个英文写T-A-T-T-O-O 在日本也被视为是不一样的东西 一般讲Tattoo就好像比较时尚潮流 但是河雕呢就真的是 疼得开头很重啊 之前呢 东京奥运要开办前 大家也因为要不要公众澡团跟温泉等 禁止暴力团关系者入内 而严禁次卿的规定 那这规定要不要也纳入 欧美跟其他国家很频繁的Tattoo 这个也吵了一段时间啊 那过去河雕跟Tattoo的分别 在于河雕大多使用传统的人工针具 打颜料进入皮肤 而Tattoo呢 大多指使用机器的那种刺青 也因为这样刺青的日文 イレズミ 其实呢写成汉字就是入墨 人工用针把墨打进去身体的语感 这种就很强 而刺青呢也念成イレズミ 反而是文豪古其任意郎的猎奇名作 刺青发表之后才有的念法 像我的日本朋友在富山市 经营刺青店的毛利斯先生 他就是使用机器在为客人刺青 但是作品就Tattoo跟和风两种都有 所以就我的角度来看 所谓的和雕 其实现在就只能用刺青图案的风格 是否属于日本传统风来看 而且那种台湾也很流行的 恰鬼捏的啦 还是板杆的这种构图 也是和雕的特色之一 和雕的构图通常分为以下三种 一 关东雕 简单讲 就是台湾在讲的板杆 不过他的胸部刺青范围 限制在乳头以上 二 关西雕 一样是板杆 不过胸部的范围比较大 甚至刺到乳头以下的部位 三 胸胳 这个就是恰鬼捏的概念 不过身体中心部分是留白的 这是为了在穿着日式服装的时候 看不出身体有刺青而有的形式 其实河雕中也有 恶鬼 肥开 类似衣领 低调等的用语 用来指刺青不要露出到穿衣服的时候 衣领盖不到的地方 那上面三种河雕的主要构图 也的确都会避开这些地方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习惯呢 因为日本进入明治时代之后 从明治五年 东京府开始明令禁止刺青开始 一直到1948年为止 日本各地都订定了刺青违法的法令 而且是从内地慢慢延伸到冲绳 北海道等原住民族 有刺青习俗的外地 一定程度上具有打压原住民文化的意义 所以在日本刺青与反社会的关系 越来越密切 也因为这种背景之下 让刺青成为兄弟们的隐藏版男人美学了 继续跟大家介绍四种很重要的日式刺青种类 分别是 一 白粉雕 二 金雕 三 拔雕 四 鹅雕 白粉雕根本就是一种日本都市传说 因为据说白粉雕是平常完全看不出来 但是生气或是兴奋的 体温上升的时候就会浮出来刺青 听起来就超像电玩角色会出现的设定 那事实上应该也是豪小成分居多 金雕指的就是只有线条没有上色 讲快一点就是割线不打雾 如果一直维持这种状态的话不是经济有困难 就是怕脱皮疼 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会被笑的一种状态 那拔雕呢指的就是单纯只刺上主体 而没有背景的风格 而雕则是我们熟悉的日式刺青 抹鸽或是鸽鸽 就是那种主体后方再加上称为 鸽鸽剪切背景图案的这种风格 那这个鸽鸽里面直线切割的背景称为 鸽鸽 而我们常见的略带圆弧状那种切割 然后带剑层的背景称为 鸽鸽鸽 鸽鸽 这也是现代河雕最常见的风格 那讲到这里 不得不提日本第一的极道游戏 人中之龙 拥有一万多人成员的FB社团支配人 就是小弟我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解了河雕的各种元素之后 大家就可以完全看懂里面几个 主要角色刺青背后的真正意义了 首先主角同身一马的刺青 当然不用说这是人中之龙加上凡字 那它采用的就是只有主体的拔雕 而主角好基友的另外一个重要角色 锦三章 一样是鲤鱼的拔雕 它就是暗指鲤鱼要龙门之后 就会变成龙 但是再怎么优秀都总是差主角一步那种感觉 然后大家只要有玩过这个游戏的就知道 主要角色用的刺青几乎都是拔雕 为什么呢 因为加上背景的鹅雕 实在是黑色的味道太重 会让这些角色看起来真的太凶恶 太惊嘴嘴嘴嘴 所以配角门 尤其是那种大老级的 或是那种疯狂型的 用的就是看起来都是很吓人的那种鹅雕 只有一个风到后来人气暴增的角色 就是我自己也最欣赏的永远的大哥 真导无狼 这位亦正亦血的角色 采用的就是典型的关西雕构图 然后图案用的就是蛇 跟喜怒无常的剥弱 而且当然要用看起来就是正统黑社会的鹅雕了 那人中之龙的每位角色他的刺青 都暗示了他们在游戏里面定位跟性格 很好色的猪哥 他就吓整顶 然后是鹅雕加上天女 那如果知道这些典故的话 再回去看那些日本游戏跟电影 相信你一定会有不同的收获 还兼可以跟你的朋友们臭屁很久 说一分岁一分一分岁不前 如果说什么菜藏就没头了 今天跟大家讲日本的刺青文化 其实还有很多因为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一次解说完毕的内容 像是台湾受到日本刺青文化的影响过程 跟日本时代的台湾兄弟们 到底都刺些什么等等 而如果这一集的反应不错 菜场就会再接再厉继续制作相关内容 那最后在这边 要感谢一下我们频道的会员导友们 一个月稍稍60块 让我们更有动力制作出更优质 更来行的影片 那我们也会陆续制作会员专属的 菜场真心化影片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还没加入的朋友们 可以听菜场讲出来 会被黄标的这种内行新生 绝对是会合的啦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